中岛近年来在厨房设计上讨论度特别高 今天我要用四招来教大家如何大大利用中岛空间 首先第一招中岛结合收纳空间变更大 中岛的下方可以结合柜体增加收纳空间 在这个案例里中岛下方被设计成童书柜 让小朋友可以很方便的拿取书籍 家长在料理时也能和小孩聊天 让中岛成为不可多得的亲子空间 第二招是中岛演示餐桌 将中岛跟餐桌的功能结合 就可以少放一张桌子大大节省空间 整个厨房也会塑造出不一样的气氛 第三招中岛上方增加吊柜 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餐厨用具太多 不知道放哪里的困扰呢 从天花板延伸吊柜下来 增加收纳空间却不影响屏数 也可以在上方摆放自己喜欢的摆饰品或植栽 会很有自己的个人风格哦 那最后一招中岛作为隐形场域区隔 小屏数里如果有太多隔间会显得太拥挤 这时候中岛发挥了区隔客厅和厨房的作用 开放式客厅让家的整个视觉空间显得更开阔 最后再帮大家总结一遍 以上介绍方法哪一种更适合你呢 如果有什么想法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利用中岛 把家打造成自己更喜欢的样子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